我是宋玲 我现在不在家 有事情的话 宋玲 我是小文 我来台北开会 怎么一大早就不在家啊 是不是送养养去上学 好吧 我再打算给你咯 嗯 拜 郑文 你要醒过来 你一定要醒过来 像这样 就像这样 你手牵着我 你手牵着杨阳 我们三个 不 还有你妈 我差点忘了 我们四个 我们四个一起走下去 我跟老天爷说好了 他会答应我的 他会答应我的 你醒一醒 你一定要赶快醒过来 你一定要赶快醒过来 郑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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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风声在传 说凯南跳过我们 直接向下游厂商下定单 这一点 我们在合约中 是有名文禁止的 你看 我们是不是要表示关切一下呢 还是装作不知道 当然 直接撕破脸 那是不太好了 可是 我们也要表明我们的立场 是不是 喂 什么事 大事啊 我讲了半天了 你一句话也没听进去 你究竟在想什么 没有 没有 什么大事 怎么回事 是你昨天跟徐政委 我跟徐政委出去怎么了 我没有见面 没见面 不是他打电话来约你 出去谈事情的吗 没有 我没有见面 后来取消了 取消 你女朋友来 奇怪 小的怎么会今天上来的 我去照顾他 那我去照顾他 快点 好 小文 少年为什么没做 你 我 我怎么知道呢 可能 可能他自己不想做了吧 怎么可能 他多么需要这份薪水 怎么可能自己不想做了呢 小心一点嘛 这是公司 他做不做又不是我能决定的 你也许不能决定 可是你另知道内情 他做得有声有色的 干嘛要自己辞职呢 可能 是别人挖脚吧 那更不可能了 宋林是个最讲义气的人 你们沈总跟他照顾有加 他怎么可能被挖走啊 您就 小文啊 这么有空啊 想念明洪 想念宋林 沈总 宋林为什么不做 你不做了 你们都不说是不是 我自己打电话问他 宋林他现在在家吗 你知道他不在 我 我不知道 我就随便问吧 他是不在啊 一大早就找不到人 吃了 还是没人接 不在就晚点再打嘛 你干嘛那么急呢 不行 我一定要问个清楚 谁知道他又受了什么委屈 带了一个孩子 要他做他就卖命的做 不要他做就要他走人 小文 你又要打给谁嘛 徐政委啊 是为他知道宋林在哪里啊 怎么没人接呢 奇怪 通了 喂 喂 政委啊 讲话啊 小文 怎么会是你 人在哪里 宋林啊 哎呀我找你早死了 我来台北开会啦 一大早找不到你的人 所以我就试试看徐政委的手机啦 没有想到你两个真的在一起啊 果然被我猜中了 让我当个电灯泡吧 叫徐政委不准生气哦 你现在来吧 他不会生你的气的 什么 医院 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什么事的事情啊 谁啊 谁在医院啊 宋林出什么事了 徐政委伤得怎么样 是徐政委吗 哎 好 好 我立刻就赶过来哦 徐政委吃货受伤 现人在医院 送人再照顾他 我现在赶过去 我再给你电话哦 好 徐政委出过受伤了 是啊 小元不是说了吗 你在小元说之前 就已经知道了 怎么会啊 我们是同事知道的 我 我是下意识 直就觉得 如果是宋林出事 他怎么可能 为徐政委接电话呢 你说是不是